感谢感谢谢谢你们 哇谢谢感谢感谢你们送的爱心 感谢谢谢你们送的加入粉丝团了 来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小莲妹的 感谢你们送的爱心谢谢 谢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家人们你们加入了粉丝团 到时候我直播的话 我就跟你们说阿美的事情 怎么样你们会通知是通知你们的 是不是 谢谢感谢 家人们你们想莲妹的 就公平上打字给我说就行了 你们有没有想 莲王妃 王妃我不知道 王妃的快 就是我只知道阿美的粉 就是莲我是吧 你们太多了 我抽着去莲 啊不 好家人们我莲你们了 谢谢你们送的爱心 感谢你们加入粉丝团 谢谢感谢你们 有想联系的你们就跟我说 我可以随时联你们啊 感谢你们送的爱心 谢谢你们送的加入粉丝团 哈喽 哈喽阿姨 你好你好 阿姨好 我感冒了 上这啥了 阿姨你感冒了 那你有没有 就是每天晚上看阿美王妃 天啊心好痛啊 眼泪都掉下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 你们也先查 帮助一下王妃吧 我知道我会尽量帮阿美的 还有王妃 你很简单的 嗯 你把你把阿美交出来 在你这里 嗯 然后他们来接走的 就可以了 我每天看他们的视频 好心痛啊 哪一个我都心痛啊 王妃都感冒了晚上 看到11点 阿姨你知道吗 她现在要一到回去之后 要是她家里面也会盯着她 不让她出去的 她怎么样也出得来吧 那她晚上要上厕所吧 上厕所也会上厕所嘛 但是有些时候盯着她那种 她要跟我一起玩的话 她们有些人也会低着 我说毕竟我们一起长到那么 她我我跟她是 那么小的时候在一起一起玩的 我说为什么她不能跟我一起玩呀 她家里面我不能说了 然后她家里面也同意让我一起去玩 但是有个人一直跟着我 他们家里面有个人 她很相信你的 我知道阿美她是相信我 你叫她出来 你就在她家旁边那里玩一下吧 我看这样把他们两侧散了 真没办法看起来 好难受啊 我每天晚上都看她视频 我叫她连连连连连连人多了 她看不到 她看不到 阿美是不是啊 嗯 我知道 我我跟你说嘛姐姐 我呢 我也是 我是63年的嘛 嗯 我也是 呃 包办的 哦 我说你把你开始带过来 你说什么阿姨 我也是包办婚姻 不幸福的 哦 意思你以前不幸福是吧 是的 其实阿姨我也也是一样的 其实阿姨我也也是一样的 我也嫁过 我也结过婚的 是 帮助阿妹一下 全口里了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姨祖不一样的 我们姨祖的话 又是嫁给一个 但是 没有像你们汉祖一样 对我们很好 我不是汉祖 我也是苗祖 苗祖是吧 啊 我感冒了 我说话都生问题了 反正 反正 反正我也不知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的话 要是嫁给一个姨祖的话 要是你遇到不好的话 还会打人的 是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说 我也是 我也是苗祖 我们家也是苗祖 但谁都控制不了的 我们是 63年的嘛 先那时候我们胆子很小吧 不敢出去 胆子大的 也是出去了 现在人家过得很好 嗯 我们就过得不好 我每天每天都在看 我小生子说 奶奶你喜欢看吗 你就去看一下吧 他去看一下他们 我说我气不了啊 我要煮饭给你吃啊 那 可以啊 阿姨 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玩吗 可以可以 我早就想来的 如果没有生子的话 我也过来了 反正你来这边玩一下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的话 反正 有辣肉呀 也好处 就是有好吃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山里面有什么都有什么 有香肠 就是反正比你们那边好吃多了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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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民族第七了 反正很客气的 我知道 之前我知道 反正 哎呀哎呀 其实有的时候 阿姨 其实有的时候你 我觉得你看起来也是很幸福呀 不幸福 这是相片呀 不幸福的 我是过来人啊 我早就想跟阿妹说了 我每天晚上看看 我都感冒了 就我 生子一家了 就是阿姨 这个不幸福的话就 反正你们 你们的话 老了嘛 就问孩子 就是那种 但是我 我的话以前 不怎么幸福 我之间跟他就不在一起了 为年轻吧 没关系的 因为 因为我的话 我总感觉 如果不幸福的话 两个人感情合不来 那就 离婚就行了 是不是 对 所以说 我确确实实 我也以前几过婚 但是我们两个性格合不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离婚了 就不在一起 合不来 但是你要帮阿妹一下 她 她的那个 相亲对象啊 阿妹 你看那个长 你看那个长相 你看那个长相 就是有些 有些你们 哎呀 你们不懂 反正我 就是 我们一族要看 哎 反正要家族 因为什么 以前我 我也是要看家族 我要嫁给自己 就不喜欢的人嘛 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了 然后 父母 后面的话 还是没办法 就 性格合不来 就离婚了 没在一起 对 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少数民族 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的 反正刚刚 阿姨 她们也接地话了 就是连麦了嘛 她们是 应该是汉族的 就是不懂 我们少数民族 我们少数民族 的话要看家族 然后 那个时候 哇 我那个时候 也是被父母逼着 要去结婚的 但是后面还是离婚了 对 要看家族 要看她 家庭 有钱 没钱 房子 各方面都要看一下吧 都是一样的 嗯 反正 反正 反正靠你啦 你帮助一下 想办法帮助一下吧 其实我很想帮阿美的 我能帮的话 我也可以去帮 但是我们一族 我们一族不一样的 其实以前 我也跟阿美说过 我以前 我是怎么样的 以前因为我也结过婚 因为我 我前 前夫我们 就是 性格合不来 然后我们两个就离婚了嘛 但是阿美 阿美没有你这个胆量吧 你知道 没有胆量 就是因为我经历过呀 因为我经历过 我会不怎么好 我们就是和 性格合不来 如果合不来就没必要在一起 我跟我前夫也是这么说过 我们两个合不来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 我们可以做朋友 但是我们两个夫妻做不来 那就做朋友 我一直跟他们 跟他这样说 然后我们两个就 就互相就是 互相离此离开那种 就没在一起那种 其实 一个 两个夫妻的话 又是 性格合不来的话 是没办法 能在一起的 所以说我们 我跟阿美也说过 我说 性格合不来的话 就没必要在一起 但我也 我也跟他说过 我经历过什么 我也以前也是被父母 觉得 一直要嫁给 嫁给我们 就是遗族嘛 不要嫁给遗族 不要嫁给 就是自己 要家族好一点的 就是因为 才这样 我才喜欢 大家 大家都应该也知道认识嘛 反正我前夫也是玩网络的 对 大家有些 有些人也认识的 他们都认识的有些 因为他也 你看 他也 这么多粉丝 叔叔阿姨 都是 都是很 很喜欢他们两个的 你尽量的绷一下 你看 陈晓东 我叫你 联一下 联一下王妃 对 家人们是 以前 以前是 对 陈晓东 但是我们两个是 只是性格合不来 也没有什么吵吵闹闹 就是性格合不来 就互相 彼此离开那种的 是 彼此离开 而不是 打架了呀 骂了呀 这些也没有 我们是彼此离开 因为 因为 彼此就是 反正有些 能 能性格合得来 就在一起 性格合不来 就不能在一起 知道吗 大家都这样的 彼此离开 对 不是吧 他没有花戏吧 没有花戏的 我姐夫的话 我们两个结婚不久 我们就离婚了 结婚不久 就离婚了 就是因为 我们两个都 互相都不怎么喜欢嘛 就是 因为被父母逼着 要去结婚那种 然后 我们才 我们才 结婚那种的 而不是 而不是他 人不好 才 离婚那种 而不是没有 我们两个都没有办结婚证的 你是选人吗 不是 我叫阿吴沫 赶紧连王妃 王妃没有直播家人们 他没有直播 连不了王妃 连小小 连小小吧 小小直播吗 小小现在可能没有直播 小小 小小是哪个 小小小 他是哪个 上面是小小小呀 我只认识阿美 王妃的快手我也知道 我只认识王妃和阿美 你有时间到时候 你跟阿美说 叫她连我一下吧 你阿姨我看一下 这里可以关注吗 我能关注你吗 你关注我吧 我关注你了 怎么关注呀 我都 你点我头像吧 点你头像是吧 你点我头像 这里有关注的 我看见了 你点关注 你跟阿美说 叫她连一下我 你跟她说 我看她的直播的时候了 就是她们推会那天晚上吧 哦 可以家人吗 你们想连麦的 都跟我说 我直接连你们啊 反正没事我们都发 就是彼此连 下麦嘛 跟阿美说一 跟阿美说一下吧 跟阿美说一下吧 我看她的时候 你好 我已摔跤了 你有摔跤了 啊 脚已摔摔摔摔痛了 你好 手已被追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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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帅哥 那个谁啊 阿伍墨 我跟你说一下 我跟你说一下 像你这个婚姻啊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社会 是信息社会啊 你像那个王菲和这个阿美 他们的婚姻 现在就是连 连带这么多的粉丝 这个 都是在这个热火朝天中的这个 这个过程中吧 大家在 嗯 想办法 就是通过阿美周边的朋友 所以我是因为阿美的这个周边的朋友 我才 突然想到 他们在那个群里头想的就是说的你 我就马上关注你 啊 关注你以后对你的这个作品啊 阿美的作品 还是王菲作品 我们都特别感兴趣 你呢 这个作为一个遗嘱的姑娘 呃 你们做这个 出来做 做事情也是挺挺难的 你知道吧 阿美呢脑子比较这个单纯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就是有一个办法 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你呢 呃 跟王菲 一定要联系上 经常跟梁这个王菲呢 这个沟通一下 采取一个比较迂回的办法 避开他这个叔叔和阿姨 来做这个事情 来做这个事情就比较好做 现在 阿美你看哭成那样 我也做了个视频 哎呀 我心里难受啊 就是说这个事呢 一定要救他 把他把他呢 从这个他这个老家这一块呢 给他做出来 救出来 救出来 以后呢 阿美现在呢 他已经走这个走向这个 咱们这个网络时代了 而且他的人气也特别旺 我们作为粉丝呢 特别特别喜欢王菲和阿美 我相信啊 用不了一年 他们的粉丝量应该超过20万 甚至达到50万都是没有问题的 以后的直播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钱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问题 尤其对阿美来说 就是以后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即是他的弟弟妹妹 他的母亲 嗯 甚至他整个家族来说都不是问题 嗯 这个社会很现实 没有钱什么事做不了 那么现在他遇到王菲这样一个好的 好男孩 而且特别懂感情 而且特别这个不世故 呃 做事呢 特别有脏法 我们特别喜欢这个王菲 所以说 我们就一直跟着他一路下来 他是高兴的时候 我们就高兴 哎 他这个忧伤的时候 我们就忧伤 刚才听你说你这个婚史 你呢 应该就是过去你 你的心态比较好放下了 但是你的心的这个生活肯定能够重新开始 而且我认为 呃 只要是这个阿美事件解决完以后 会有很多很多的优秀的男孩会追你的 因为你本身你就特别善良 长得也特别漂亮 你穿上这个遗族的这个服装呢 真的给人一种 真的是一种特别特别有气质的女孩 真的 你不要你不要不好意思啊 只是我是我是60岁的人了 我就喜欢看你们爱笑的姑娘 真的从内心我就特别 特别喜欢看你们这个爱笑 这个可能是你的民族 这个女孩一种特质吧 你像城市的女孩 她们笑那种就是给你一种 说不上的感觉她不单纯 你知道吧 她们笑都是针对一种目的去笑的 所以说 你只要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尽早的跟王妃能联系上 然后呢 呃 听王妃给你们出主意 他的律师在跟前 只要是阿梅不同意这事啊 就不需要花钱 就把事给解决了 同时 周边通过这个前事呢 把他叔叔和他 婶婶这一块给搞定了 他母亲人特别善良 你知道吧 我现在就想阿梅他怎么脑子就是一根筋呢 他出来以后他弟弟妹妹上学 以后走上大学都不是问题 你想想王妃一年的年薪多少 而且现在有多少公司在聘王妃 王妃自己有自己公司 他有他分这个分红以外 他带着这个阿梅到任何一个公司去 他们的年收入达到100万 200万 甚至500万都不是事 人气太棒 人品好 到哪都行 这个粉丝啊 就做我们这个铁铁粉来说就是他们的财富 知道吧 我相信明年达到50万都没有问题 所以说你坚信这一点啊 只要是阿梅这块能幸福 我们都会关注你 我这边的我把你的视频一传就传五六十个我的好朋友 他们都会来关注你 真的 而且你周边肯定有更优秀的男孩 甚至说是企业家或者网红 他们会他们也会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们需要找到像你们这样甜美的女孩 所以说你不要抽你个人问题 这都不是问题 其实 你说的也对 但是这个事情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阿梅她自己尸体 然后她是怎么肯定好 其实阿梅去日子真的很喜欢完肥的 真的 因为她 我知道啊 她你像她这个哭 从哭 她这个哭的时候我们心都睡了 像我这个人我就是说真的 我对我自己姑娘我都没有那么疼过 我说她这疼都疼到我心上去了 真的 但是现在没办法 你无论如何 你想办法 你看采取什么错 你也不要跟阿梅直属 你觉得我 我怎么让去帮她吗 你现在这样的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啊 只要是小小和王妃开直播 你马上就 马上就跟进 进入她直播间以后呢 你和这个小小 因为她是女孩嘛 还有王妃呢 马上你们私下进行沟通 把电话全都留着 然后呢 你们研究一个最好的策略 来进行这个解救这个阿梅 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们这样骗阿梅 不行 不不不是骗 这不是骗 这不是骗 有个粉丝她说阿梅怀孕了 这样说 这个不行 不这样不这样说 不不不不咱不那样说 那个曲步可以说 咱不能说 懂意思了吗 如果曲步她她是聪明的话 曲步如果说她她是聪明的话 她直接到那个那个她那个 男朋友家就告的说 说我看到怎么怎么的 她可以胡编 那是她的事 她人品就那么个人品 她说完以后 人家信不信是另一回事 对不对 但是呢她可以这么说 但我们不能这么去说 是吧 我们这么说以后呢 你要说不成以后 然后到时候 总统原因 王妃这边还还背个黑锅 也不合适 对不对 现在最主要点就是 你一定要跟王妃联系上 然后呢 通过你 来跟她表姐 她母亲来充分的沟通 在这一近短的时间之内 在她结婚之前之内 把这事件搞定 一定要做好 阿美的思想工作 让她认为呢 自己的自己的前途 自己要掌握到自己 自己的前途 要掌握到自己 因为你过得好 你整个家族都会好 弟弟妹妹那么小 因为素手是这样的 阿美也从来没有什么 但是因为她 她叔叔阿姨 逼着她又去嫁给那个人 还有我们 我就像那个 这个阿姨是吧 应该是我们一个性的 然后 她也就像她也是个 我也是手术民族 我们手术民族就不一样 我们手术民族的话 是男的说了算 不是女的说了算 然后她叔叔 重点是她叔叔阿姨 就是叔叔阿姨那边 她妈妈的话 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看见过 就是她叔叔阿姨 就那边说不 我跟你说啊 私底下是她 她这个叔叔阿姨拿了钱了 她想把这个事情赶紧做事 她根本没有考虑到 现在的王这个 现在的阿姨的价值 我跟你说实话 阿姨走到哪个城市 都会有人去接她的 请她吃饭的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概念吗 王妃走到哪里 只要是她的铁粉 都会对她好的 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同样你的所有 你的一切 有可能是因为阿姨改变你自己 我今天可以把这话告你 真的 我现在每时每刻都在关注你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也是没有工作的 因为是王妃介绍 才认识了一家工作嘛 然后我去王妃 他们那边上班的话 也不行 因为那边 安排我上不了 因为我不怎么认识字 有些时候 不是啊 你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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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不认识字啊 这个社会来说 你自己现在还年轻 可以通过自己日后的学习 你慢慢的 或者进行一些这个速成班 什么的都能学 而且到公司来说 你现在你像你刚才 你连这个组建自己的这个粉丝 这个群 你现在也会了 你现在会连迈了 你不都是刚开始吗 今天是第一天 你看你 你就是一种进步 而且我相信 只要两年之后 你有可能 就会是一个小的网红 这个都不是问题 不要说是自己没有文化 谁有文化 对不对 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靠你自己去闯 时间长了 你就是小网红 我们 我跟阿美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从小就是 我是 开始以前小学 就是读了一年级 后面 因为我家里面 我是老大嘛 因为我 我需要干活 所以说 我爸爸妈妈 就不让我去读书了嘛 什么都现在 有些时候有些自我 我也不认识 有些 有些时候真的很 没有事 你听我说 听我说 没有钱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你现在不要说是改变你自己 因为你的进步就会延续到对你的孩子的好 对你以后未来的重新组成家庭的另一份感情来说都是一些好事 因为你善良 懂吗 所以人呢本质上 他善性 就是人有两面性 有恶的一面 有善的一面 你把你善的一面呢 充分的发扬出来了 就有很多人会认可你 会扶持你 他就愿意找你这样的人 你没文化我愿意找 为啥呢 你淳朴 你能对我的老人好 对我以后我老了 假如说我身体不好 你能照顾我 我就认可你 就像王菲 他为啥认可阿梅呢 不是因为阿梅有多大文化 有多少水平 或者说有多少粉丝 对不对 这个东西不能改的 是不是 就是人的品质 他就认为阿梅很单纯 唯一一点呢 他当这个粉粉丝面就说 就是他太亲信 别人说什么他都认为是真的 他辨识能力还是比较差 知道吧 他这个决断上的犹犹豫豫 这是他唯一的弱点 但往往这一点也是他的优点 你知道 就是看你怎么看 就是人的两面性怎么去看 你现在呢 你就是你多学习 以后未来对你的孩子来说 都是一个最大的一种 一种帮助吧 其实 其实有些时候 阿梅也这个人也挺好 有些时候 因为他什么都不是嘛 他想就是别来王菲 有些时候他以前也说过 但是现在 他也觉得王菲对他挺好的 他说什么都很重要 只要是他这个人 反正王菲是说了很多 因为你们粉丝也看见过 这些事情的话 我今天会去帮 你帮呢 我刚才说了 你就是迂回的去帮 私下呢 跟阿梅呢 多沟通一下 就是人生的这个一个节点 这个婚姻是一大节点 他现在想不通 那你就是跟他表姐啊 他妈妈沟通 你有他表姐的这个电话呢 把电话呢 就是给小小 或者给王菲 叫他们之间私下了充分的工作 现在钱不是问题 知道吧 钱不是问题 就是说在城里的时候 王菲那天直播的时候就说了 说给阿梅第二天 准备给阿梅买买一部车的 就第二天呢 他把人都派出去了 在火车站高铁呢 把人派出去了 去等 结果呢 阿梅不知道是怎么突然就 就是没看到就就走了 所以说王菲就很失落你知道 就当我们粉丝面就说 说你看我把人都派出去了 结果没等到阿梅 他很失落 结果呢 突然一下就直播了 阿梅在家里头了 他说你看我就想给阿梅